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民法总则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6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表决通过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 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余政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会议表决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7年中央预算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号起实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13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18年1月选出 会议经表决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 接受徐显明辞去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 张德江发表讲话 他说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 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会议高度评价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明确了2017年工作目标任务 部署安排 会议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张德江强调 2017年 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践行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面做好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会名声 防风险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张德江最后说 伟大事业催人奋进 宏伟目标 无限光明 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同心同德 扎实工作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坑社会新胜地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本次大会 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履职 共提出议案514件 建议8360件 为推动改革出思路 为改善民生想办法 广泛凝聚民意形成合力 随着两会闭幕 我们也重新踏上了 全面建成小坑社会的新增城 共同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